昨晚 游戏玩家们彻夜感叹 微软对动视暴雪的全现金收购毫无人性 有人庆幸心爱的游戏有救了 有人戏言如是传说将替代蜘蛛纸牌预装Windows 也有人遐想 魔兽世界里的顶级装备很快将被制成NFT 美东时间1月18日 微软宣布 将一每股95美元的价格全现金收购 动视暴雪 包括动视暴雪的净现金在内 交易价值687亿美元 《八轮周刊》指出 此次收购是微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 动视暴雪旗下游戏IP包括使命召唤 魔兽世界和糖果传奇等 受此消息影响 截至1月18日收盘 动视暴雪股价大涨25.88% 总市值641.1亿美元 微软股价则表现平平 下跌2.43% 总市值2.27万亿美元 微软表示 这笔交易将加速其在移动 PC 主机和云游戏领域的业务增长 使其成为按收入计算的全球第三大的游戏公司 仅次于腾讯和索尼 同一天 索尼股价下跌7.17% 显示出市场的担忧 动视暴雪的竞争对手艺店收盘价上涨 2.66% K2 Interactive Software Inc.股价上涨0.96% 后者近期宣布收购游戏开发商星家 星家周二收盘上涨0.34% 类似维元宇宙概念股的视频游戏 软件开发公司Unity Software和在线游戏双电平台Roblox分别下跌4.48%和2.33% 1月19日 A股游戏与元宇宙概念板块拉升 星辉娱乐和汛游科技20%涨停 汛游科技 冰川网络 盛天网络 汤姆猫等涨幅居前 三七户雨 完美世界等跟涨 另因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员宇宙产业委员会第二批成员 接纳名单公布 得以文创和溯源科技涨停 有分析人士认为 暴雪被高价收购 或将引发IP资源优厚的游戏公司价值重估 华泰证券点评称 全球巨头正持续吸纳优质资产加码元宇宙布局 稀缺的精品游戏内容研发商 有望扮演元宇宙建设基石的角色 而正当微软收购都是暴雪之时 国内媒体传出字节跳动 将整体采设投资业务的消息 字节跳动方面在19日下午回应称 公司年初对业务进行盘点和分析 决定加强业务聚焦 减小协同性低的投资 将战略投资部员工分散到各个业务条件中 加强战略研究智能与业务的配合 相关业务和团队还在进行规划讨论 至于重大变化的背景是另一则传闻 监管部门或将开始要求平台用户超过1亿 或去年营收超100亿的企业的上市 及投融资活动进行钳制审批 迄今 Mia微软、腾讯、字节跳动等 均被认为是争夺元宇宙领导地位的主要候选 如上述传闻政策落地 可能将影响腾讯与字节的相关部署 而八轮周刊的报道指出 微软对动势暴雪的收购 还需要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准许 这其中有存在变动的可能 此外 在美国 同样有人不希望微软变得更强大 可以确定的是 想作员宇宙赢家的大型科技公司很多 但故事才刚刚开始 躺平几年的动势暴雪 要仰卧起座了 微软的公告显示 动势暴雪 CEO Bobby Kotick将继续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且交易完成后 动势暴雪业务将向微软游戏业务负责任 菲尔斯宾塞汇报工作 但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两家公司已经达成共识 Bobby Kotick将在交易完成后离职 公开资料显示 Bobby Kotick于1991年收购了经营不善的MediaGenet 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包括将公司名改为动势 2006年前后 Bobby Kotick向法国维望迪旗下的游戏控股公司 提出收购提议 该公司旗下有两间游戏工作室 其中暴雪娱乐是魔兽世界的开发商 Bobby Kotick希望能借助魔兽世界 承上大型多人在线游戏的东风 除了魔兽世界外 暴雪娱乐还拥有星际争霸 暗黑、破坏神、守望先锋等IP 伴随了许多80后、90后的成长 合并提案在2007年年底通过 合并后的新公司被命名为动势暴雪 但两家公司及旗下工作室 仍以各自名义开发、生产、发行游戏产品 2015年 动势暴雪又收购了游戏公司King糖果 传奇的开发者 进一步拓展手机游戏市场 并形成了动势 暴雪King三个子公司独立运转的状态 当微软买下动势暴雪的消息传出后 不少游戏玩家在社交网络上表示见证历史 亦有用户调侃上帝给暴雪关上了一扇门 也给他打开了一扇Windows 虽然动势暴雪的游戏IP 曾创造了全世界多项游戏 娱乐销售记录 但随着移动画和免费画趋势的到来 这些经典IP也一度深陷业绩领雨 令其股价在2018年9月后陷入了低迷 直到新冠疫情爆发 网络游戏需求受疫情封锁增长 股价才有所回涨 同时 动势暴雪拓展经典IP的运行模式 增长停滞的业绩逐渐重回轨道 但业界普遍认为 玩家流失是游戏公司逃不开的宿命 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生命力 一位游戏主播告诉巴伦周刊中文版 动势暴雪在过去几年 并没有推出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游戏IP 肯老的做法很可能无以为继 被收购后的动势暴雪 应该继续在电竞市场提升对玩家的影响力 包括星际争霸 二魔兽争霸 守望先锋等 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竞技赛事 如是传说也成为了2022 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比赛正式项目之一 Business Wire预计 全球电竞市场规模将从2021年的13.8亿美元 增长至2031年的111.6亿美元 微软CEO塞比亚纳德拉 在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游戏是当今所有娱乐平台中 最具活力和最令人兴奋的类别 并将在元宇宙平台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微软游戏业务CEO菲尔斯宾塞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称 收购动势 暴雪将强化公司对消费元宇宙的布局 并补充道 我们对元宇宙的愿景将基于强大特许经营权 所带来的全球交互社区 其中 一共游戏也是最大的游戏类别 而这是我们以前从未涉足的领域 Evercore IiSide分析是Kirk Madden 一表示 我们相信 游戏将成为微软下一代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动视暴雪的加入 将微软的游戏战略推到了最前沿 因为它拥有支持新游戏 凡是所需的云基础设施 微软计划在其Game Pass中推出动视暴雪的游戏 目前 Game Pass拥有超过2500万订阅用户 微软希望动视暴雪每月金4亿的活跃玩家 能够增加其订阅数量 另据华尔街日报 收购动视暴雪后 微软称其将有30个内部游戏开发项目 华尔街日报认为 这笔收购将标志着 微软将通过一系列交易行动重塑业务版图 这家全球估值第二高的公司 正在崛起为商业计算领域的强者和游戏巨头 Rosenblatt Securities Benziger Blair Abernathy认为 这笔交易显著增强了微软的实力 并看好对使命召唤等主要IP的特许经营权收购 以及微软手机游戏业务的扩张 他写道 预计到2030年 在超2000亿美元的全球游戏市场 玩家数量将从现在的约30亿增长到45亿 Moody S Benziger Richard Lane肯定了该收购良好的战略意义 指出微软拥有1370亿美元的现金 并有可能在本财年产生5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他表示 收购将进一步推动微软通过投资内容 社区和云服务来扩大使用和深化参与的战略 在上周的一份研报中 Bernstein分析是Mark Mo Adler认为 在受益于元宇宙发展的软件公司中 微软处在最有可能成为大赢家的位置 他指出 微软不仅仅将在游戏软件领域参与元宇宙 还是硬件和关键底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与此同时 微软一直在发展云业务 Mark Mo Adler认为 云业务虽然不是当前微软最重要的增长点 但它可能对许多业务领域具有推动意义 Mark Mo Adler认为 拥有包括公用云端服务平台Azure 智能研定产品HoloLens 开发人员平台Microsoft GraphU 系服GamePass X Cloud协作和通信平台Microsoft Mesh 以及商务社交平台LinkedIn的微软 已经具备交付元宇宙平台所需的几乎所有主要功能 但《八轮周刊》的报道也指出 鉴于可能受到的反冷断审查 华尔街的并购套利者认为 这项收购完成的可能性不到60% 动市暴雪周二上涨25.88% 但收盘价82.31美元 明显低于微软每股95美元的全现金收购邀约 如果华尔街对这笔交易充满信心 那么动市暴雪的股价可能会接近90美元 一位套利者告诉《八轮周刊》 有些人就是不希望微软变得更强大 尽管最近微软在受监管机构关注度方面 不如他的大型科技同行Alphabet亚马逊 脸书和苹果 但他仍是一个巨头 截至1月18日 微软2.27万亿美元的总市值仅次于苹果 排名全球第二 《八轮周刊》认为 微软收购动势暴雪 于拜登政府对大型并购的立场来说 是一个关键考验 考虑到美国当局的反垄断环境 华尔街采取谨慎态度并不奇怪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官员 并未在1月18日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对该交易发表评论 《八轮周刊》1月18日的报道指出 微软对动势暴雪的收购 还需要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准许 这其中有存在变动的可能 1月19日 有消息称 字节跳动将整体裁车投资业务 而监管部门或将开始要求平台用户超过1亿 或去年营收 超100亿的企业的上市 及投融资活动 进行前置审批 这一范围界定是必对腾讯 字节跳动等公司造成影响 去年3月 字节跳动收购了木桶科技 后者是视频游戏开发商 其他主要产品包括 Magic Rush Mobile Legends Bang Bang和Mobile Legends Adventure 据不完全统计 字节跳动 有超过20家与游戏业务相关的公司 互联网投资企业 在元宇宙的早期布局策略之一 是通过收购和并购扩大版图 而游戏作为元宇宙重量的入口 成为了这些公司的逼争之地 随着监管环境的复杂化 字节跳动对赞同部门的调查 可能传递出的信息是 科技巨头们未来的收并购交易 或将更加艰难 Witbush分析是DNAF4 在一份关于该交易的研报中写道 从监管角度来看 相较于其他科技巨头 微软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审查 这最终令纳德拉看到了一个窗口 可以在消费者身上进行重大压注 而其他科技巨头 则因监管 无法追求这样的资产 另一个影响交易成功的潜在风险是 动视暴雪一直受到来自股东 商业伙伴和其他人 关于工作场所 不当行为指控的巨大压力 华尔街日报报道 2021年7月 美国加州监管机构 对动视暴雪提起诉讼 指控该公司约1万名员工中 存在性骚扰和性别薪酬差异 微软表示 这笔交易以后的双方董事会批准 预计将在2023年7月前完成 Dan Ives认为 尽管存在潜在的监管障碍 但这笔科技史上最大的并购交易 最终将会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